好,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了 繼續跟大家說回未來5月12日 星期三沙田賽馬日的賽事 這次繼續跟大家單Q一槍過 這次我們買到的場合就是這場第四場 這場第四場就是我們的四班泥地1200米的賽事 好,在這場馬上有一匹馬希望大家留意 這匹馬其實他的賽職並不是很好的 基本上他在今季跑了幾次 幾次都贏不了 成績不是特別理想 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要留意 說的是哪匹馬呢? 就是這匹三號的美麗歡呼 為什麼我認為大家需要留意這匹美麗歡呼呢? 我們先看看這匹美麗歡呼的賽職 這匹美麗歡呼其實在今季跑過四次 四次入面你看到他都是跑沙田草地賽的 四次都是跑沙田草地 而路程方面四次都是跑千二米的 都是四班賽事 四次都是跑沙田千二米四班賽事的 成績方面這匹馬其實都是一般的 跑了四次的了 四次都是用莫雷拉 但是一直都是贏不了的 所以給人感覺這匹馬這匹美麗歡呼 就好像沒什麼了道 好像很差勁 但是接下來這匹馬 我認為這匹馬有機會會變身 為什麼這麼說呢? 原因是因為這匹美麗歡呼 再不是跑草地賽 而是轉路程去跑四班千二米泥地賽事 我認為這匹馬改跑泥地 他就有機會變身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一起看看這匹馬的神粗紀錄 在這匹馬的神粗紀錄 就會看到一些東西了 到底這匹美麗歡呼 他的神粗紀錄有什麼特別呢? 有什麼值得我們來看呢? 我們一起錄下去看看吧 我們最重要是由2月2日的時候 這一課試雜開始看起了 這匹馬在這一季四場都是跑草地的 但是零零射射射 這匹馬在2月2日的時候 偷偷地試了一課泥地雜 這課泥地雜 當時由莫女拉來試的 幫這匹馬試貨千二米泥雜 當時這匹美麗歡呼就跑第一 這匹馬當時就擺前來走 很輕鬆就跑了第一回來了 最後這匹馬在泥地試雜 千二米就跑第一了 試完這課雜之後 這匹馬也有些度暴快粗之類的操練 到2月16日又是靜靜地試多課泥雜 這課泥雜又是莫女拉去試 而這匹馬又再次跑第一 再次泥雜又跑第一 還要這課閘裡面 這匹馬跑得很輕鬆 這匹馬一放到底回來 還要這匹馬當時在這課試閘裡面 還要贏了什麼 合火雄心 保羅傳承 甚至是大洪峰這些馬 這些實力馬都被這匹 美麗歡呼在這課試閘上擊敗了 所以證明這匹美麗歡呼跑泥地 其實有一定的實力 連續兩課試閘都試得非常之好 兩課試閘都跑第一 這匹馬試完兩課閘之後 都有一些正常操練 都是度步快操之類的操練 去到二月二十八號 這匹馬就出賽了 這匹馬當時跑沙田草地賽 明明泥雜試得好 但是偏偏不跑泥地 去跑草地賽 最終結果是什麼 最終結果這匹馬跑得差 最終只能夠輸回來 在這課草地它又輸了 輸完之後 這匹馬繼續做一些 度步快操之類的操練 在三月的時候 這匹馬其實都做了很多課快操 做了很多操練 你看到這匹馬在三月的時候 做了一課快操 兩課快操 三課 四課 總共四次快操 操練方面都是很密集的 都很積極的 去到三月二十三號 這匹馬又試多課雜 這課雜又是試什麼雜 又是試泥雜 居然又是由莫女拉 去試這課天意米泥雜 當時成績又是如何 試完之後 又是跑第一 這隻美麗歡呼 又是很輕鬆將這匹馬擺頭走 就已經能夠跑到第一了 即是說 其實這隻美麗歡呼 最近偷偷地試了三課泥雜 而三課泥雜都是試得非常之好 三課都是跑第一的 但是試完泥雜之後 偏偏這隻馬又再跑草地 看不看得到 三課泥雜試完之後 這隻馬都是沒有跑泥地的 在4月5號的時候 這隻馬又跑草地賽 最終又是輸回來 所以這隻美麗歡呼 其實他跑草地並不是那麼厲害 但是你見得到 他試泥雜的時候很厲害 所以接下來這次 這隻馬轉場地 轉去跑泥地 我認為這隻馬是有機會的 這隻馬 連馬斯不斷幫他報草地 其實最近都是再報草地跑 4月25號的時候 但是這次的草地又是輸了 不斷報草地跑 似乎想誤到大家認為這隻馬是跑得差 而且以為他是跑草地 但是如果大家細心留意這隻馬 那些泥地試襲的話 就會看到這隻馬其實跑泥地是不差的 應該是有一個泥地性能在這裏 所以接下來這場見他 既然去跑泥地 所以就試一試這匹馬 所以我們第一隻會選擇到的馬匹 就選擇這隻三號的美麗歡呼 來去駁一駁 好了 選完我們第一隻會選擇到的馬匹之後 來去選擇我們第二隻會選擇到的馬匹 那在這一場馬 其實有幾隻馬 都是跑慣跑熟泥地千二米的 那有哪隻呢 分別就是這隻2號的岳林天下 6號的中華威威 10號的白駿 和11號的理想回報 這四隻馬都是經常跑泥地千二米的 還要跑慣跑熟的 而跑得最好的馬 相信就是這隻6號的中華威威 這隻中華威威 跑泥地的賽職絕對是不差的 這隻馬在今季 最近兩次跑沙田泥地千二米四班賽事 都能夠入得到三甲 一次跑第二 一次還要跑馬過第一 兩次都是由莫女拉騎的 成績相當之理想的 那所以我相信 在未來的這場馬上 應該都很多人會選擇這隻中華威威 來去買的 那但是這次呢 我就不會選擇到這隻中華威威 來去買 那為什麼不選這隻中華威威 來去買呢 那這隻馬賽職這麼厲害 為什麼不選呢 那原因就是因為 我覺得這隻中華威威 其實並不是一隻這麼厲害的馬來的 上場這隻中華威威之所以贏 其實我認為是因為莫女拉 貼著條欄幫這隻馬 省光而贏的 上場贏是因為莫女拉跑得好 那接下來這一場呢 雖然這隻馬繼續排著 漂亮檔 二檔來跑 很好跑 但是我認為這隻中華威威 未必可以好像上次跑得那麼好 那因為我認為接下來這一場馬 都有一些快馬走的 都有一些快馬阻礙他 他未必能夠放頭跑 而跑得好像上次那麼好的 那重要啦 接下來這一場馬呢 這隻中華威威肯定很多人買的了 肯定又做熱門的 那所以我覺得根本上這隻中華威威 就不是那麼值得來賭 那所以這次就沒有買到這隻中華威威了 那這次沒有買到這隻中華威威 那會買哪一隻馬呢 那這次會買到的馬呢 那就是這隻四號的神州時代 那為什麼會選這隻神州時代來買呢 那這隻神州時代 其實又是沒有泥地賽職的 跑草地又是跑得不是那麼好的 那為什麼這次都會買這隻神州時代啊 那就是因為 又是留意得到這隻神州時代 最近的那些神粗紀錄 那又是鼓鼓滑滑的 那這隻馬最近 你看回那些神粗紀錄 這隻馬在最近 在這個叫做1月26號開始 這隻馬又是開始試泥襲 這隻馬又是試泥襲1200米跑第一的 那還要是不止一次跑 泥地試襲1200米跑第一 那大家一齊再來去看看 那除了1月26號這隻馬 泥地試襲第一之外 那去到最近 去到最近 3月9號的時候 這隻神州時代 又是試多了貨泥地試襲1200米 又是跑第一的 那所以 其實看得到 這隻神州時代 那個泥地性能 都是有的 那這隻馬 在這課試襲上面 基本上它是很輕鬆 就已經能夠跑到第一 那所以這隻馬 接下來走去去報泥地 那我覺得絕對 又是不可以看小的 那所以 在接下來的這一場馬 那我就寧願 不選那些熱門 什麼東西的中華威威了 那反而 就選一些 沒什麼人看得到的 那 神州時代 來去買回 那我認為 這隻神州時代 最近的試襲 試得這麼好 那接下來這一場馬 應該會有好表現的 那所以 就想駁回這隻神州時代 來去試一試 好了 那這場馬 我們就選擇 完兩隻馬匹了 那現在就來 去跟大家說回 投注策略了 那這次 我們怎樣 來去投注這兩匹馬呢 那我認為 大家買回 這個彩詞就可以了 買回這兩隻馬 連贏 及 維持Q 這兩個彩詞 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這次的投注策略 就是這樣買了 那如果大家和我們同路的話 那不妨就試一試這兩匹馬 那希望 在接下來這個賽馬日 就一起贏錢 我們一起贏多些 那在這祝大家 好運了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大家記得subscribe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share 我們這條video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去照 форм後 你也是 pouch奏 我們 fitness CSV 你 gerek